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这好多篇都是柳宗元的 他们都是中唐时代非常伟大的文学家 那么柳宗元大致出生在公元773年 然后在公元819年去世 然后自子后 所以说又称柳子后 他的老家是在今天的山系的永济县 他是唐朝时代非常著名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 还有很杰出的这个文学家 非常聪明 21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 当然做官的时候呢 做的并不是特别顺利 后来因为参加王书文的政治改革 然后遭遇到了巨大的失败 然后被不停的贬折 后来被贬为这个礼部员外郎 然后又被贬为永州司马 十年后又改任了柳州次使 然后在47岁那年的时候呢 47岁的时候啊 死于柳州啊 死于柳州 那么他的思想上主要是主张无神论的思想 然后在哲学史上嘛 我们也会说到柳宗元 然后还有就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是和韩玉一起 然后领导了中唐时代的古文运动 那么他的写作呢 各种文体都比较擅长 然后逻辑性非常强 尤其善于这个梭理啊 梭理 然后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文集呢 叫柳河东文集 柳河东文集 他叫柳河东集啊 可以买到这本书啊 我们今天今天学的这一篇这个博复仇义呢 这个复仇义啊 它是原来是一篇文章 有一篇文章就在出唐的时候 有个大诗人叫陈子昂 就是出唐四节之一的陈子昂 陈子昂写过一篇文章叫 复仇义状 复仇义状 那么 那么这个柳宗元呢 堵了陈子昂这篇文章之后呢 对陈子昂的某些观点 有些不太赞捧 于是他写了这篇博 博就是博导的意思啊 好我们来看看两者之间的观点 分别是什么啊 好 先看第一段 陈福建天后时 由同舟下归人徐元庆者 傅爽为县位 赵氏运所杀 陈福建 陈就是我 这个福字呢 为什么叫福建呢 因为这个福字啊 这个福字是古代那个陈子 建那个皇帝的时候 因为他必须跪着 然后不敢正面对 所以用福 这里主要是表示对 表示敬畏啊 表示敬畏 我在书上看到啊 天后时 天后就是武则天 就是武后的时候啊 武后的时候呢 同舟的下归人啊 同舟的下归这个地方啊 这是地名啊 这地方 有一个人叫徐元庆啊 父亲徐爽 他的父亲叫徐爽 徐爽 他的父亲呢 被县位 县位呢 赵氏运呢 给杀掉了 给杀掉了 足能守任复仇 书生归罪 这是讲了历史上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这个赵氏运呢 曾经就是下归县的县位 他因为汪法而杀死了 徐元庆的父亲 后来呢 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 而获罪 反而呢 升为徐使 那么徐元庆呢 就改变姓名 在那个驿站里边做佣人 那么有一次呢 赵氏运呢 在驿站这个休息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出来呢 把赵氏运给杀掉了 也就是把自己的杀父 仇人给杀掉了 杀掉之后呢 他就自首了啊 自首到关 所以足能守任复仇 书生归罪 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他亲手呢 把杀死他父亲的仇人 杀死了啊 然后呢 自己投案自首啊 投案自首 当时建臣陈子昂 建议朱儿朱 朱之儿荆旗旅 啊 荆旗旗 且请编织于 余令 勇为国典 那么当时的建官陈子昂 曾经建议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 应该处死 徐元庆 然后呢 但是在他住的地方 在他家乡呢 却立起排房 立起排房 以示表彰 啊 并且请求呢 把这种处理办法呢 编入法令 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啊 国家法 臣妾 读 过之 那么我觉得呢 我私下认为 我个人认为这是很不对的啊 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这里边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非常明确 就是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啊 不对的 那么这是陈子昂的观点 陈子昂认为啊 陈子昂认为这个应该是先杀掉他 然后再表扬他啊 再表扬他啊 再表扬他 那么 那么柳宗元就认为这样做不对 我们来看柳宗元的观点是什么 称文理之大本 以防乱也 若约无为贼虐 凡为子者杀无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听说理啊 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暴乱 比如说啊 比如说 不许杀人行凶 凡是被害者的儿子 要为父亲报仇 不能宽舍仇人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啊 子一定要为父亲报仇 如果父亲被汪杀了 这是理之大本 是为了防止暴乱 那么这是理 接着行 行之大本 意以防乱也 若约无为贼虐 凡为智者 凡为智者杀无色 理的行的根本作用 也是为了防止暴乱 比如说 不许杀人行凶 凡是当官致民的人 要处死那些行凶犯 不能赦免啊 不能赦免 就是当官的 一定要为人民做主 那些行凶作乱的人 一定要把他们杀掉啊 这是刑法的规定 其本则和其用则意啊 理喻行的根本作用呢 是一致的 但是他具体的应用的对象啊 对对象和范围 则是不同的啊 金与诸莫德尔并言 金是表扬啊 然后诸的是杀 就是表扬和惩罚啊 表扬啊 和杀戮啊 是不能同时 应用在同一个人身上的 因为这样的话 标准就成了两个标准了啊 所以这里边呢 首先开篇 这个柳宗言先讲了自己的观点 之后呢 用理和行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来论证啊 一个人把表扬和杀戮 不能放在一个人身上 诸其可经 滋味烂 赌行圣义啊 赌行圣义 惊其可诸 滋味简 坏里 圣义 坏里 圣义 这个简是简阅的简啊 简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啊 诸其可经 诸其可经是杀掉啊 杀掉那些应该表扬的人 表扬的人 这叫什么 叫滥杀无辜 太乱用刑法了 叫赌行圣义 赌行就是乱用刑法 那么惊其可诸 表扬那些应该杀掉的人 就是阅力 越简越的阅啊 阅力 就是超越的礼法啊 阅力 严重的破坏了礼法啊 所以说这样不能用啊 国义 国义 事实于天下 传于后代 去意者不知所向 为害者不知所利 事宜 唯点可获 果真拿这个处理方法 如果向全国公布的话 流传给后代 那么向往正义的人 就不知道该朝往哪个方向 努力了 躲避祸害的人 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 盖圣人之志 穷礼一定赏罚 本情义正保贬 统于一而一 这句话呢 是整篇文章的 文言啊 文言 穷礼一定赏罚 本情义正保贬 意思是说 圣人建立的制度 是什么制度呢 是彻底的推究势力 去决定赏罚啊 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 去正确的进行表彰和谴责 归总到一个目的上啊 同与异议 就是防止暴乱啊 防止暴乱 用这个这个原则的话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一定要以事事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啊 这叫本情义正保贬 穷礼一定赏罚 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向使赐宴其伟臣 这个念宴啊 赐宴其伟臣 这个意思是审判定案的意思 审判定案 考证其取之原始而求其端 则理行之用 判然理矣 这句话的总体意思说 假如能够查明判定事情的真相 分清他的是非 推寻出事情的本源 那么行和理的应用就非常明显的清楚了啊 判然理矣就非常清楚了 何者若原庆之父不限于公罪 诗运之诸 独以其私愿奋起利契 虐于非孤 那么接着往下看呢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假如原庆的父亲呢 不是犯了国法 赵诗运杀了他 只是因为个人的私愿 仗着他做官的权势和嚣张气眼 残害无辜的人 周末不知罪 刑官不知问 上下蒙茂 于昊不闻 就是说而周的长官呢 又不给他处罚 司法的官吏也不问他的罪 上下勾结进行掩盖 进行掩盖 上下蒙媚 蒙茂 就是进行掩盖 上下共同掩盖 官官相位 敏冤教区也不予理睬 不予理睬 而原庆能以待天为大尺 整个为得理 促心几虑 一抽从人之凶 戒然自克 即死无看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 徐元庆能够把 跟仇人同时在世上活着 看着是极大的耻辱 把枕着武器睡觉 而不忘报仇 看着是符合礼仪 促心几虑要拿着刀 冲向敌人的胸膛 然后戒然自克 就是坚定的下定决心 这个戒然呢 就是指坚定的样子 下定决心 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 是手礼而行义 从这一段来看的 柳宗元的总体意思是讲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 是被这个县令 因为私人感情 而把他给杀掉的 就是杀的是很不对的 那么徐元庆为父亲报仇 就是手礼行义的事情 这个事是值得表扬的 也是可以允许的 可以允许的 执事者亦有惨色 将卸之不暇而又和朱烟 那么执政的官吏 应该感到羞愧才对 向他认错还来不及 又为什么要杀掉他呢 就是如果他父亲 真的是真的是冤死的 然后他替父亲报仇 这个是应当的 刘宗元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 接着 欺货元庆之父不免于罪 世运之诸不迁于法 不迁于法 就是假如 元庆的父亲确实犯了死罪 照世运的杀了他 又没有违背法律 这就不叫怎么样 死于这个 是非死于利也 是死于法也 法也 这个牵的是指违反的意思 就是赵世运如果是按照法律呢 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应该被杀死 那么他就不是死于官吏手上 而是死于法律手上 法其可仇豁 难道法律可以仇事吗 仇天子之法而强奉法之力 是被傲 是被傲而临上演 这个被傲呢 指的是 疑乱 逆乱 傲慢 逆乱就是凶悍 不已 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枪害 枪奉法之力 那么如果是这样 这就是 这就叫什么呀 仇视天子制定的法律 而杀害执法的官吏 这是瞄失法计 犯上作乱的行为 之而诛之 所以正邦点 又何禁言 所以逮捕他出于死刑 正是为了正国法 又为什么要表彰他呢 就是他就不值得表彰 所以这里面的柳宗言说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徐爽 是被汪杀的 是被冤枉的 被被汪杀掉的 官官 因为官官相位而被杀掉的 那么这个徐元庆就可以替他父亲报仇 而且可以表扬的 但是相反 如果徐爽是因为触犯法律 是法律让他死掉的 那么你徐元庆就不能报仇 如果你报仇 就是描述国法 那你就要怎么样 就要被杀掉 被杀掉 所以他分析了两种情况 且起一约 人必有子 子必有亲 亲亲相仇 其乱谁救 并且陈子昂在 《夫仇》 异状当中说 人们都有儿子 做儿子的也一定都有父母 各自因爱自己的父母 而相互报仇 这种混乱状态 谁来制止呢 也就是说陈子昂的意思说 如果说你主张 复仇合法的话 那都来复仇 怎么办呢 因为都有父母 都有孩子 是或于理者 是或于理者 这是太不明白理的道理了 关于理的道理了 理之所谓仇者 盖起冤硬沉痛 而毫无告业 理书上所讲的仇怨 是那些含冤受压 非常痛苦 而无处申诉 无处申诉的人 非为抵罪处法 陷于大鲁 不是说犯了罪 为了法 应该被处于死刑的那些人 就是指的是冤屈的人 那才叫 那才叫丑 而约 必杀之 我乃杀之 不义屈之 报寡 邪弱而已 那么 但陈子昂又说了 他杀了人 我就要杀他 不论是非屈之 这不过是欺压孤寡 威胁弱小的罢了 违反其非 其非经被圣 不亦甚灾 这违反了儒家的经典 背立了圣人的教导 这不是太严重了吗 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事情了 好 周礼约 调仁 涨四万人之仇 调仁呢 他是周朝的一个 那个 一种官职 他说周礼商记载 调仁呢 来主管调解人们之间的仇怨 凡杀人而异者 令物仇 仇之则死 凡是杀人杀得对的 就不准报仇 报仇呢 就要处于死刑 这句话 由反杀者 帮国交仇职 由因害怕 报仇 而连同别人的子弟 一起杀的 全国的人民 都要把他当作仇敌来看 也就是斩草出根的那些人 斩草出根 这些人们更坏 然后就我们叫全国人民 都要把他当作仇敌来看 又安得 亲亲相仇也 这怎么又会出现 亲亲相仇的情况呢 不会的 所以这是他一直在 引经据典来批判 来反驳 这个 陈子昂的观点 春秋 公扬传约 父不受诸 子父仇可也 父受诸 子父仇 是推认之道 父仇不除害 那么 公扬传 公扬传的说什么呢 父亲没有犯死罪 却被处死 儿子报仇呢 是可以的 父亲犯罪 应当处死 儿子报仇 这一来一往 相互残杀的做法 这样报仇 是不能除掉 祸害的 祸害的 今若 取此一断 两下相杀 则何于理矣 那么 如果 现在如果拿这个原则 来判断 他们双方的相互残杀的案件 就更符合理法了 更符合理法了 这段主要 他引用了两本书的内容 周理和春秋 公扬传 从这两段的语气来看 柳宗言非常主张 使用周理的做法 还有公扬传理的做法 且夫不忘愁 孝也 不爱死 亦 况且 不忘记父亲的仇 这是孝 不吝息死 自己的死 这是义 元庆能不悦于理 服孝死义 势必打理而闻道 则也 那么 虚元庆能够不违背 不违背理 尽孝为义 而死 这一定是通晓势力 懂得道德的人 这里边呢 是对虚元庆的肯定 服打理闻道之人 其其以王法为仇敌者哉 那么像这样 像这种通晓势力 懂得道德的人 难道会拿王法 当作仇敌吗 义者反义为卢 督心坏理 其不可为典 名义 那么 陈子昂反而认为 可以杀掉 这是滥用刑法 破坏理法 这种做法 不能作为国家的法律 这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请下臣 义附于令 有断思欲者 不义以前义从事 谨义 请颁布我的建议 附在法令的后面 今后审判这一类案件的人 不应当按照 陈子昂所义的事情来办 我恭敬地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的恭敬叫谨义 就是恭敬地提出这个建议 好 我们来看整个的这篇文章 所以这篇文章呢 他柳松原 集中笔墨 然后反驳了陈子昂 在复仇义状当中 提出的对徐元庆应该 诸而后惊的这样的主张 他认为 应该怎么做呢 穷里一定赏罚 本情以正保贬 把赏和罚 保和贬都应该是统一的 所以他打 他指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官吏 依仗自己的权势 夹杂着自己的私院 去违法杀人 而又没有得到惩处 受害者的子弟 在呼告无门 含冤复驱的同时 就可以复仇 而不应该受到惩罚 或者不应该受到诛杀 这种主张呢 在当时来讲 对人民呢 是有利的 是有利的 那么对官员 对官员呢 也是一种警示 也是一种警示 要求你不要冤杀 冤杀人民百姓 好 这就是柳中元的 伯父仇役